生命纪第七章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 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 就是赫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 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 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 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你要完全毁灭他们 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恩待他们 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 以至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神柱 砍下他们的亚瑟拉 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 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 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喜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 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 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 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事 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 把你们从维奴之家 从埃及王法老的手里拯救出来 所以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可靠的神 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 但向恨他的人 却要当面报应他们 把他们灭尽 恨他的 他都要当面报应他 绝不迟言 所以 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 吩咐你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如果你们听从这些典章 并且谨守遵行这一切 耶和华你的神 就必照着他向你的列祖所起的事 向你守约并且施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的列祖 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身所生的 你地所产的 使你的五骨 酒 油 以及牛犊和羊羔增产 你必蒙福胜过万名 在你中间 没有不能生育的男女 也没有不能生殖的牲畜 耶和华 必使一切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 埃及各种的恶极 他绝不加在你身上 却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耶和华 你的神 交给你的所有民族 你都要把他们消灭 你的眼 不可联系他们 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 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如果你心里说 这些国的人 比我多 我怎能把他们赶出去呢 你不要怕他们 只要牢牢地记住 耶和华 你的神 向法老和全埃及 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 大事宴 神机 骑士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这都是耶和华 你的神 领你出来的时候使用的 耶和华 你的神 也必照样带你惧怕的所有民族 耶和华 你的神 还要打发大黄蜂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些残存 躲藏起来的人 都从你面前消灭为止 你不要因他们惊慌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是在你们中间 祂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 你的神 必把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 渐渐赶出去 你不可以把他们迅速地灭尽 恐怕田间的野兽 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 你的神 必把他们交在你面前 使他们大起扰乱 直到他们全被消灭 他也必把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的手中 你必使他们的民 从天下消灭 必没有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直到你把他们都消灭了 他们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神像上的经营 你不可贪爱 也不可据为己有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因为这是耶和华 你的神厌恶的 可厌恶的物 你不可带进家里去 免得你与那物一样 成了当毁灭的 你要非常憎恨它 十分厌恶它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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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